刚才女生说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是 您母亲支持你们俩的事是吧 没有 就是因为是什么 我带她见过我父母 但是她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她在东北 我在郑州嘛 然后我妈又不让我去东北见她父母 有时候我跟她视频 我就想跟她家老爷子打个招呼 那她就没有说这样让我去看呀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因为她感觉从这个视频 给你打招呼 实在太不正式了 她说希望能行的话有时间 就过去看一下 我要是能去的话 我会让你视频吗 我妈说了 女孩子不能亲一见男方父母的 不是 都啥年代了 还有这说法 这本身就不对 你知道吧 再说了 我爸妈说了 让你在郑州买房子 然后有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带着彩礼过来娶我待着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两边家长还没正式坐在那 讨论这个问题 能我把房买了干啥呀 俩落崩了咋着 她原来是什么个情况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 她说她有四套房子呢 然后我跟我妈说 她有四套房子 然后这整整之后两套又没了 我不跟你说过吗 有状有状 因为有一套是她爹的 有一套她还自己贷款 她跟我说她有辆车 然后我妈说 那你把车开过来呀 然后我妈还没怎么说呢 她又把车给卖了 咱俩在深圳的时候 我还不认识你妈的时候 我就是是不是告诉你 那车我不打算开 那不是那个时候 车不是也没卖出去吗 我要是没跟你说过 我说就突然间我卖了 那也好说是吧 我提前多长时间跟你说过 我要把那车卖了 我要换车啊 我没听到 哪来的四套房 自己买的 不是 我自己就买一个 我爷留一个 我爸给我一个 我妈走之前给我留一个 什么叫走 我妈和我爸离婚 我也担心 就这么四个 就买了 有赚有赔嘛 然后就卖了 而且她总说 房子她也没看上 我说你没看上 你就跟我过去看一下 都跟你说过了 然后能过去的话 我都不会这个样子了 然后她这边就非得等 就是说我爸那边主动过去 去她那儿就直接说 买了房子 拿着彩礼 直接去提起 我家那边都没有说 两边好好认识一下 怎么就能草率 就说来提琴呢 那我们那边结婚 都是男方把房子 都已经安置好了 那我们那边买房 都是等定完之后再买呢 你咋不说呢 如果一直这种 无理取闹 这种脾气的话 我可不了 所以这个怎么就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